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必过度的解读这一件事情 好了 我们先来看精彩的比赛 8 9 16 右下角的顶带有得下 24 奥斯利文的千干过百巡回表演赛 在英国的很多城市都已经举办 本来预计是2020年的3月份到中国 谁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拖延了时间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也不知道中国的爱好者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现场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 32 32 33 40 41 41 48 49 45 56 42 42 41 41 43 42 41 42 42 42 43 现在需要来看一看准度 这一杆的力量轻了一点点 与红球形成了一个反角度 虽然可以打 但是要继续打黑球就十分的困难 这一杆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一个高杆发力 然后母球冲出去以后 刚好K到红球的左边一点点 形成了一个角度 88 89 96 9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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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度呢 比较大 这一根难度还是相当的大 我们看看会听 120 122 125 129 现在就到了奥萨利文斯胸标的画面 这也是引起当时很多网友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实际上就是因为换成左手以后 球杆跟胸标摩擦感觉很不舒服 影响除杆 随着黑球的落袋 观众席上响起了热量的欢呼声 实际上作为球迷来说 在现场能够亲眼目睹自己偶像打出147满分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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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